我们动作里你看不管是斜行还是前膛 它都是双下挤 双下挤这个动作很重要 挤完之后是怎么上来的 你们手上做了动作了 手做了动作了 肘也做了动作 这个都不算 手要固定住 等于这个手呢 有这么一个点在这 你抓着它 它只能这么转 它 我还得用手这么扶着吧 这个点 这个时候你一收肘 你看我用拳头放在这一收肘 它是这么过来了 是这么个动作 还是这么个动作 不是自己抬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双下挤完了之后 第一个错误就是这么做了 你看大家都很多人啊 你们以后就会看了 很多人他这么来的 这就是送肩了 应该是继续往下压肩 压的过程 这个手不允许动 他就把轴就给转起来了 这一转一压 转起来了 是这个轴往里收的过程 我画的动作大一点 这个轴再一收 他这个手就跟着起来了 起到这儿来 再一转胯 他就到这儿来了 这个时候在相反的方向 先走胯再走轴 他就出去了 所以高碳马看 到这儿来 一转这儿 把它一放 再继续转这儿 这么出来的 所有的动作 就今天就练这个东西 他在这儿吧 刚才那个动作 就是模仿着他们 逼着你这么到这儿来了 一到了这儿了 你手往这一放 然后一转腰 这个时候就到了这儿来了 这就是高碳马的动作 再看 在碰这儿之前 他是在这儿吧 他是转他 这么上来的 转他和他 一上到这儿来 一碰 再转回来 转回来的时候 这个手还在耳朵上 实际上我说耳朵 好听好说一点 这个地方叫塞 在做那个六峰四壁完了之后 这个叫捋胡子 就也是这个东西 六峰四壁完了之后 他要这样捋着胡子下来的 这是今天别那个什么了 在这儿吧 先调过来 然后放在这儿来 最后再走 这就是高碳马 我再做一遍给大家看 因为讲动作讲细了 整体的这个动作什么样 你就忘了 在这儿来 转 碰 放在这儿 最后这是高碳马 有了之后 你看 到了这儿来 左手就到位了 你们没到位 到了这儿来 你先在这儿 等到这个手啊 他转过来之后 你扶着自己的塞的时候 这个左手就到位了 这个到位是什么意思 我对着镜头让你们看 他在一条线上 在你要打那条线 为什么呢 这个动作我过去讲过 谁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 刚才这个动作 它叫高碳马 但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 高碳马是一半六峰四壁 一半严肃红锤 把这个冲拳给它改了 但是呢 它又不是完整的六峰四壁 把方向又给改了 那六峰四壁和严肃红锤差别是什么 第一 那变成了个拳了 是个锤了 第二 方向改了 你看 六峰四壁在这儿 我们实际上 严肃红锤 它也是在这儿 但是一转身 打到这儿来了 这就是严肃红锤 它从这个右角 右四十五度 打成了个 往左打了四十五度 现在听明白了吧 你看 六峰四壁 我这是平行的 是这个右四十五度 那真六峰四壁做对了 是什么意思 卡着一下 把对方一下发出去了 是往这发的 这个意思 那你看我们一到了这儿来 一转身 往这发出去了 这是四十五度 这是严肃红锤 但是严肃红锤 你看到了这儿来 这个六峰四壁 不是到这儿来这样吗 它一转身之后 这两个手正好挫过来 这个手在前面 正好给了它一条线 这么打出去的 打这条线 我们现在再回到高碳马 一到了这儿来之后 到了这儿来 手一复制塞 这个手到了这儿来了 打高碳马的时候 最后是这个手放在这儿 它也是这么打的 就是说 它也是这么打的 只不过它在这儿了 高碳马打完 它正好是个九十度 六峰四壁是四十五度 在右边 严肃红锤是四十五度 在左边 今天讲的主要的点 现在再给大家说一遍 就是通过这个动作 给大家讲一个点 就是肩不能耸肩 不能耸肩 怎么不耸肩 通过我的讲解 你把你的动作运动方式改了 是转轴 把手换过来的 这个动作的要求 就是把手得换过劲来 就是手是对着底下的 我再给大家讲 你们再听 把里面的动作 你们做的都对了 但是这个点明白了之后 你的动作和别人的动作 外表一样的 实际内容差别很大 就是我们这个上一个动作的 双下挤完了之后 这个手掌是对着地的 怎么把它翻过来 让它对着天 如果你正常人的翻法 它一定是翻到肩上来了 这个 那个 鸾少林 你呢 也翻到肩上去了 你翻的时候 这个肩往后了 你是这么样的 我们现在呢 就是通过转这个轴 这个肩没动过 也没左右 也没前后 也没上下 明白了吧 没这样 也没这样 我们再说一遍 这个动作 今天特别给大家讲 就是通过轴的动作 改变了肩的这两个毛病 记住这两个毛病 这是第一个毛病 上去了 这是第二个毛病 后到后面去了 没有这两个毛病 通过一转轴 它这么上来了 现在看到了吧 通过转轴上来了 我们今天练的 就这个东西 最后的数 通过一转跨 这么出去了 要补的话 你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肩 你找个人扶着你的肩 里面这个山上的人 一个人现在就 我讲完了那个动作了 刚才是用那个动作 让你感觉到 现在就扶着肩 我怎么样 这个肩它不动了 是这么样 它只是转 只是这个肩转了一下 你在做 你看手和胯 做成动作了 肩还没动 你是相当难 我们这个手只要是一动 轴只要一动 肩它跟着动 你现在再看一看 我上堂课你们看的 我教的你们 再给你们说是个终点 这个步一挪之后 出手的时候 它是和后脚一顶的 不是和这个单前 这么一走的 拉的时候你们看 不是这个轴 和这个单前 这么一拉的 是 单前是不动的 这个单前就是胯 两边的胯 合在一起 就是单前 我们现在 做这个高碳码的动作 就是用 一到了这儿来 把这个胯 现在是高碳码高 把胯提到肩上 把这个肩当胯 怎么样做 这个肩也不动 看到了吧 我怎么样 上这个手 这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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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肩就是不动 我们就是带着压力 这个手走到这儿 走不动了 我怎么办 我用我的 这个手走不动了 对方抓着 怎么办 我用这个后脚 给他力量 我也不动这个肩 我们正常人 一到这儿来 他一定动肩 这个肩只要不动了 手和脚上的力 手和丹田的力 手和胯的力 都出来 今天这个动作 让你的肩不左右 不上下走 就是把肩变成支点 现在大家看着干贯 你们做那个动作 是这么做的 它是这么动的 有的人是这么动的 所有的都是动的 现在让你就是这么样 肩不动了 所有的动作 都成了杠杆了 肩不动了 上身 所有的动作 不管怎么做 都是杠杆 丹田不动了 全身 所有的动作 都是杠杆 膝盖不动了 下肢做的 所有动作 都是杠杆 你只要是这三个点 你能学会固定 但不是同时 这三点固定的 你固定住 你的膝盖了 你底下怎么走 它都是杠杆 丹田只要是定住了 全身都是杠杆 所以到了最后 练的最关键是练什么 就练丹田 肩不动了 上肢 它就有了杠杆了 这个都是整体的 大的动作 小动作 技巧一类的 轴不动了 你的胳膊上就有杠杆 为什么要讲这个动作 你看 这个标准的动作 是45度 是这样的 高碳麻在这 这一转 起来了之后 这是今天练动作 翻过来说 一到了这来 一转身 这就是眼神红锤 再翻过来说 你看我们 那个斜行凹步 是不是一到这来 是不是这个动作 一到了这来 你看是不是还是这个动作 就这个动作 你不看这边了 看这 它还是这么走的 然后你上来了 一到了这来 是不是还是这么走的 前膛凹步 是不是都是这么 前膛凹步 它这个是两个同时的 两个同时用中轴控制的 是不是还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太多了 基本上我们的动作 它都有这个东西 你看 用这个东西 再来看六凤四壁 是不是还是这个东西 就这个轴一转 它到了手上来了 明白了这个 这是一个核心的动作 所以今天呢 大家要深刻地理解这个东西 反复去练这个东西 然后再走一路的时候 走一遍 在一路里面 我给大家布这个作业 你们都在群里面发就行了 你走一趟一路 你数一数 有多少次有这个东西了 我给大家看